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帅,欢迎收看,观赞一把大魔王鱼女大战狼队四黑 哇,这感觉在看决赛一样,对吧 杂技是487打 这抢了487,抢了这狮子的杂技哦 因为傭兵的话呢,狼队好像也就是狮子打,其他人都不怎么打 换老师之前打,但换老师打的话,在四黑里面他是不太大的 四黑里面他相对来讲就是打一些牵制位啊,或者一些辅助位 能秀的位置 甚至说,招活累活都给我吧 我就是你们最坚强的后盾,哇,这边直接一个水气爆 可以,前期第一波的一个收叉,收了一个非常大的范围 这边闪现已经好了 呃,这个击倒节奏还是挺舒服的 如果说这边能够有一个60秒闪现的击倒的话,还挺舒服的 跟过来,来,我们进来给他487啊 487的第一视角真的非常值得学习啊 他的那些拉点啊,走位的一个感觉就会让你感觉到 经常啊,每一波都是,就第一视角啊,是一个最优选择 我们上第一视角啊,有一个最优选择 比如你这个点,那个点呢,都还可以接受啊 这边拉开了,来看昆虫 哎呦,这,哎呦,这 这有昆虫 包一波,能包得住吗 这边,哎呦 哎呦,我感觉这,这鱼女在碰到这个昆虫以后 哎,包一波,好的,这边包住啊 只能往里面走啊,在外面走的话 这,身位上面来看 一波球单纯拉距离就看花老师了 花老师的昆虫,花老师的昆虫 再一波,会有赶撞 赶过去 身位来看 板子可以下 这边两块板子最好都可以下了 一波收叉92% 昆虫又来了,哇,这昆虫好烦 还在打,还在打 咱俩拉开了非常远的距离啊 就,东旋从60秒到现在120秒 他的这个闪现就没有,有机会出来过 就没有机会出来过 就从来没有到过一个闪现的距离 把这万恶的昆虫给打了吧 这边平地打一刀,然后闪现 对吧 哎,可以可以可以啊 这一波可以啊 这一波的话是这一刀穿过的这个虫裙 一个加速跟上好的平地 花老师这边镜头给上 哎,没办法了 花老师有一说一 这把保杂机保的挺好的 但是保完杂机以后 自己的这个位置没有比较舒服的交互点 并且自己的虫子不多了 还行嘛 东旋这边的话 虽然说他是抓人比较慢啊 这个时间已经拖了2分40秒了 但是呢 这里我们知道前方的机子没有好好修的 对吧 中间一直被盖了 杂机没有修过机子 对吧 昆虫也没怎么修过 所以密码机是不够的 这个局 我觉得东旋如果说死守这个昆虫 他是能保平的 打一刀可以 但是呢 狼队就强就强在 对吧 我们理论上面认为 监管者可以保平的局 他往往可以给你打出一些奇迹般的感觉 这边到二阶了 然后一个丢叉来找这边的佣兵吗 这昆虫不要了吗 一个大叉 不是这 这是为什么呀 他这边 当时我以为他这边击倒前方以后会去找那个昆虫的 二阶鱼女 这边封一个大圈 来找杂技了 一个冲刺 包过来以后收 没包到 这个区域 但是区域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杂技只能是往外转 往外转以后呢 压住这个交互点 我觉得也是可以击倒 杂技虽然双面好像没有道具了 砸了个头 但往里面 可能一个叉就封住了 这往里面的话很难走了 这个地方其实被碰到一个二阶鱼女 一个冲 没冲到 这波东旋换节奏 我实在没想到 一个收叉 包住我好的 差不多要倒了 这应该是出不去了 但你换挂 虽然说压到了杂技这边这台机子吧 但这个节奏我觉得还是偏差的 对吧 外面前锋起来了 优兵满状态 优兵有个搏命的 我优兵这边把这个杂技一救 这个局我觉得东旋赢的话 只有优兵救不下来才行 当时这波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这边应该是先冲一手 还有一个戳 还有一个戳 再戳 没冲到 没冲到的话应该是可以救下来了 两段伤害也能救下来 这边绕圈圈 强一收杀 好 打了一刀佣兵 拉开了 拉开了 直接传送 没办法了 这个没办法了 只能去换节奏了 你再去追这个杂技 杂技拉开以后 哎 这边杂技 这这这 杂技 哇 96% 华老师这个鱼女的话是一个白板走不了 也得倒 二挂的昆虫 二挂的昆虫 也不好说 我们看外面的机子 外面的机子因为修三台的 其实机子也够 东旋这边要拖打开门战才行了 一个收叉暴走 有没有地压室 如果有个鱼女的地压室呢 可能可以通过防守来翻盘 但是没有地压室 这边球者还是一个压击救人 前方最好是撞救 撞救的话 一个四人开门战 杂技这边应该压好机子了 压好了 这里最好把佣兵再摸起来 前方来了 来了来了来了 一波撞 撞晕 就下来 四人开门战 传送还没好 冲一下 最好直接亮 直接亮 直接亮 还怎么说 我觉得 哎呦 收 这个亮呢 晚了一点 但是这道没打到 因为有加速 前面的板子没有 但是加速还是可以进这个窗口 这个窗口东旋这边 好像没有办法去管了 我觉得这局东旋 其实那一波 如果能打一个双岛 就前方打完以后 再去找到昆虫 应该是一个保平真胜的 他应该是 不知道这昆虫去哪里了 因为他跟焕老师 两个人关系非常好的 所以很了解的 他可能觉得 以焕老师的一个走位 对吧 不可能给我白白的 这边东西就是拖一个传送 拖一个传送 前方这边好像是要给道具吗 这边把道具放在地窖口 那边传送 过来 但是门已经开了 杂技 一个收 五十多点 直接爆 爆无所谓的 这个伤害爆好了 随便爆 对吧 我能爆两段的 还找到了一个 找到了一个死角 好东西这边再来一波 留一个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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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办法的 有傭兵 来扛一刀走人 杂技这边 可能要跳地窖 没有球的话 我觉得地窖 一个收查 这也不走了 两边关系也是蛮好的 这局的话就这一个点 其他的话 我觉得东轩打的 也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不愧是狼队 不愧是狼队 这都给又盘活了 感谢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